佛教是伦理的改良者 而非社会的改革者 没有对总性制度做过直接的抨击 在佛教信徒团体中 无总性之分 他是不相信总性制度 但是他对总性制度的反对 也是非常温和的 佛教的哲学基于唯物主义 主张除物质以外无他物 灵魂非实体 由于物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经常改变形式 所以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的 只有变化的法则 生长与消灭才是永恒的 佛教的弘扬 下面我们谈谈佛教的弘扬 斯加木尼去世的时候 佛教团体已出具规模 斯加木尼35岁得到 什么时候去世呢 80岁 他去世的时候 规定了在家修行的普通信徒 只要表示皈依佛教 皆计僧众 并实行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五戒即可 这大大方便了佛教 在群众中的流行 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 佛教第一次在摩基陀国 国都集结 首次写定佛教经典 此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 由于佛教本身没有最高领导机构 因而导致分裂 公元前四世纪初 佛教徒举行第二次集结 集结就是佛教用语 就是大会的那个意思 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 并进一步审定绿杖 公元前253年 阿裕王召集第三次集结 首都华士城 僧众云集 称一时之圣 主要成果是进一步推动了 佛教经典的编定 和佛教向国外的传播 经过这次集结 佛教经律论三类经典 基本齐备 而佛教的远传则表现在 阿裕王派名声高士 奔赴远方绝语弘扬佛法的事业上 阿裕王的广派传教士 这个东复编达南下西兰 西达塞流谷和希腊诸国 北近科斯尼尔及中亚 使佛教不仅在印度内部广为传播 并冲出国界弘扬天下 变成世界性的宗教 这第三次结节成为早期佛教达到鼎盛的一个标志 下面的这个历史内容就是孔雀帝国的兴衰 我们讲孔雀帝国 一方面呢 讲这个印度自列国时代以来 印度历史的向前向后延伸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介绍佛教自产生之后 在孔雀帝国时期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 孔雀帝国应该是佛教的一个黄金的 时代 从孔雀帝国之后啊 佛教再也没有那种 在印度本土的那种兴盛的这种景象 从此以后他就是墙里开花墙外乡了 就是孔雀帝国之后 佛教在印度他就衰落 其他人因为《孔雀帝国之后》